极乐世界才是我们安稳的故乡 那戒甲 戒这个身体 甲的 它可能就几十年的应援了 戒甲修真 恢复我们的真心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我们前面一起学习了好几次 主要内容是什么 诸位同学 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 我们探讨了好几次了 最重要恢复什么 真诚 你看 然后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给我们每一个词都解释得很深入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佛就是教我们恢复真心 脑子上怕我们不容易体会真心 用这个五心 让我们好观照自己的心 跟这五心要相应 跟五心一相应 那你做什么事都是功德 你是用真心做 有功德 你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积功累得 这个是往生的资粮 正读双修 正修是念佛 助修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得 工作是功德 连应酬都是功德 为什么应酬是功德 你去跟人家结法缘 那有功德 处世带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功德 大作梦中佛事 心见水月道场 道场在哪里 你跟人家应酬的 那一个桌子就是道场 你跟人家聊啊聊啊 现在啊 没有修行的人 我们不能说 他要学佛教了 他才会觉悟 他只要是正信的宗教 他才懂得怎么处事 怎么做人 不然呢 都会迷惑 很多人生的情况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人是心有千千结啊 诸位同修 你心上有没有结 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 看你那 这 修行人的修行人最重要 看自己要看清楚 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是什么事 刷牙洗脸 你照镜子 是吧 你一照镜子 你就看到了自己的状况 一看 佛门第一堂课 没有修好 佛门第一堂课 教我们这一堂课的教授 你们认识吗 第一堂课你们都不认识啊 这样要留几啊 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上的 有没有 我们进三门 天王殿 一进去 看到弥勒菩萨坐在正中间 他肚子很大 大肚能容 笑口常开 这第一堂课嘛 第一堂课上不好 能不能上第二堂课 一年级没有毕业 能不能上二年级 不行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 面上无称供养菩 你脸上没有称心啊 你已经在给人家做供养了 因为你的亲戚朋友啊 有缘的人一看到你 这个人笑眉眉 笑眉眉你们听不懂 听有啦 听有你们的标情也要欢迎一下 哇 结实我说对一国的宜言起来 来到马六甲我还可以 讲讲闽南话 结我私乡之丑 是吧 你们 我说笑眉眉 你们都 还是你们入定了啊 现在是听经 不是打坐啊 不要搞错了啊 法不能用错啊 现在听经啊 你们有听懂啊 要回应一下 要feedback一下 你看 你 笑脸淫然 人家看到就欢喜了 这有没有供养 对啊 面上无称心 供养菊 口里无称出妙香啊 我们没有情绪 没有称心啊 都是欢喜心啊 你讲出来的话 出妙香啊 看到人就是赞叹人家的优点 肯定人家的付出 这个就是普贤行 普贤行 第一个 礼敬诸佛 谁是诸佛 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呢 大家相不相信 一切众生都是佛 你假如相信了 那你看每一个人 你不会给他脸色看啊 是吧 佛 阿弥陀佛 对啊 那你就会礼敬了 所以佛开悟的第一句话很重要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相 你相信了 你就不会糟蹋自己了 会自爱了 哎呀 我是佛呢 我现在还在这里堕落 太辜负自己了 就自立自强 你相信这一句话 你会爱人了 性为道源公则母 你相信了 哇 你就会有 很多 善根会流出来 你相信自己了 你就不会再糟蹋自己了 你每一天都会很努力的 爱自己 提升自己 尊重自己的福性 那你也会相信别人是佛啊 那你也会尊重别人 也会爱护别人 绝不会轻视任何人 这就礼敬了 你相信他是佛啦 你会容易看他的优点 你假如怀疑一个人 或者对他有成见了 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你会盯着他的缺点看 所以佛这句话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之会得相 我们会爱敬众生的 下一句也很重要哦 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胜德 虽然众生都有佛性啊 可是他现在被妄想分别执着 障碍住了 佛是万德万能 可是他现在被烦恼困住了 这个佛的无量的智慧得能 用不出来啦 做一个比喻啊 他们家都是金矿啊 结果他现在去当乞丐了 你会怎么做